掀開紗布 髮鏡上這條十公分多的傷口 解救了田小姐五年來 猶豫失神的問題 旁邊的跟我講 我可能在跟她聊天吧 聊一聊就呆住了 叫也不行啊 然後她咬我也沒感覺 好像遇到那個不好的 就是翻白眼 然後整個滿僵直的 就醫檢查後發現 原來是腦內海綿狀血管流作祟 田小姐不是產後憂鬱 而是罹患了失神性癲癇 懷孕的時候因為核酵膜的改變 比較容易出血 她一直以為是不是產後憂鬱 陳金城醫師為她進行手術 摘除腦人的血管流 因為這個疾病 她會有癲癇的發作 或者是說手腳無力 類似中風 或者是說頭痛 如果真的要徹底的解決她問題 還是要把這個血管流 做一個手術 醫師強調 孕後婦女如果出現個性異常改變 激性變差 情緒低落等 除了可能是產後憂鬱外 也要注意或許有腦內血管病變 要盡快就醫檢查 來新聞江沛如 林慧平 林欣宏 嘉義大臨報導 老人 農 農 農